各位师兄 师姐 魏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来自孔子的故里 三冬几年 我叫陈娟娟 今天给大家分享来到长生学这四天里 我的身体的感受和心理的感触 其实当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当一公老师问我 你哪里不舒服 我真的无法回答 我浑身都不舒服 我哪儿都不好 真的是这样 然后在我来的时候 我打行李包的时候 我的一种习惯就是 我要把口罩放到包里 然后我这个过敏性鼻炎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就是每年的三四五月份开始 我就一直戴着口罩 在我来的路上 就是我哥哥开车送我的路上 然后由于我没有戴口罩 碰到一点冷空气 我就一打几十个喷嚏 而且呢 就是说鼻子不舒服 造成了我眼睛痒 流眼泪 是这样子的 这是鼻子的问题 然后还有呢 就是 咳嗽 我第二个给老师说的时候 我咳嗽 我每天如果是在晚上十点之前没有休息 就是没有躺下的话 然后我肯定会咳嗽不止半个小时 必须是要吐痰 或者有那种黏膜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才能安静地睡下 所以 这是第二个病症 第三个病症就是 不论我吃与不吃 我就经常打空格 然后就咳嗽咳 咳嗽 一直这样子 然后就是 消化不大好 这是第三个病症 第四个病症 然后我腰间盘突出 从生完儿子的年 吹空调落下的 然后每年的冬天 我有一宗卧床 不能动的 是起不来的 之前是由我婆婆给我炒大盐 然后吞大盐力了 然后我才能好 这是第四个病症 所以说我浑身 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从来到长生学的第一天晚上 老师给开了穴道以后 我晚上 当为老师讲一些 说长生学是什么 然后 怎么 多么多么的神奇 有多少功力 然后我当时 我就在想 看看开穴以后的变化有没有 晚上回去以后 我躺到床上 我就躺了一会儿 立马就坐起来了 因为 离开这里的时候是9点40 还有20分钟就10点了 然后我就不敢躺了 我就等着咳嗽 等我咳嗽完 我再睡 一直等到11点 还没咳嗽 然后我看我姐睡了 然后我就关了灯 我也睡了 而且这一夜睡得特别小 嗯 那个 就是说从第一天晚上没咳嗽 到了第二天晚上 因为要排队嘛 在这里要等老师那个咨询问题 我回去10点半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在这里的时候快10点了 给老师沟通的时候我能咳嗽 让老师看到我的病症 没咳嗽 然后晚上回去以后11点半 也没有咳嗽 这是第二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就是说我睡下以后 一般情况下都是 没有 很沉的睡着 都是一直在做噩梦 或者是在 就是思考一些问题 就是一醒这种状态 所以呢 我也看了很多的中医 也学了很多的传统文化的课程 包括心理调整的一些课程 对我来讲 就是说 不只是对我来讲 对所有的各位来讲 都是知道容易做到难 对不对 所以说一直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是我整个的变化 到今天第四天了 给大家报个喜 小女子 小女子再也没有咳嗽 再也没有流眼泪 再也没有 戴口罩 在这里我谢谢给我开穴的几位开穴师 还有我们的魏老师感恩你们 今天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 其实我一直在往后瞧 我在看有没有哪个开穴师 然后有时间帮我调理一下 我这个腰间盘 所以当会老师说 一定要要做早课的时候 我就心里很郁闷 因为我坐也不长 坐那里怎么都不舒服 因为这里不舒服嘛 一会儿动弹动弹屁股 我一会儿动弹弹腿 就这样子 而且现在是这条腿 就是不定时的会麻木 现在是腰压迫的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后面 那个邓舒贤 然后这个师姐有时间了 然后我就悄悄的过去 让师姐给我调理一下 当时我的心很平静 然后当师姐给我调理的时候 我刚开始感觉到 她的双手一往我后背上一放 就是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开始发热 后期就不由我控制了 我就整个的身体是往前往右 然后往后 一直不停地晃动 而且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 让我感觉到了这个能量 所以说这是让我感触很深的 一直到了 就是连续一直晃了几分钟 到最后的时候 我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双腿已经离地了 然后这个邓师兄在我后面 他就是在我的腰部 双手是这样子给我做调理的 然后我就整个双腿提提 整个人就这样子了 就整个人躺到了这个 这个师姐的身上 得有将近 得有20秒钟 我感觉 所以然后慢慢地又回来了 这些都不是由我的意志所能控制的 我很想回来 但是我回不来 包括我的双手 我的双手一直是这样放置的 然后后期我躺的时候 我的双手就打开了 双手就放下了 就这样子了 所以说我真的感受到了 然后魏老师说的 今天早上说 然后有一些病症在调理的过程当中 你的身体是随着这个能量 是随着会有反应的 这是我的一个感触 这是身体的 那么心理的 当老师说万病之源在于心 然后回去 我就看老师发的书 而且我有一个习惯 我是大声地读书 我也不管我姐困不困 我坐床上盘腿就读 然后读到这个心的时候 心读完 我一直认为我的病是身体的问题 由于我病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休假 一个月上班了 我要休息 调理我的身体 哪哪都不好 这一个月也没好 然后当读到新的问题的时候 有个词语 叫自念 有很多朋友说 你太固执了 就是你的问题 你性格的问题 所以说我感受到了 原来我浑身的这些病 都是由于我的心而造成的 我的自作 然后我的自以为是 然后还有一些预念 所以说是造成了 当下我目前的这个肉体 产生了这些不良的一些反应 所以在这里我想给所有的 然后学姐 那个师兄们说 解放你的这个身体吧 然后解放我们的身体吧 他给我们短短的几四年 不容易啊 所以说在这里特别感恩 来问老师感恩所有的学长 然后给了我这一次 呃 分享的机会 谢谢大家 在这里 最后我要感恩我的姐姐 呃 是她给我报名 带我来到了这个 能量场 结识了大家 真是我们有缘 然后 同时在这里 接触大家的掌声 给我的姐姐 给李艳一个掌声 我也在这里感谢她